很多人想让我们聊聊星座 我说那咱们哪能懂呢 我离我最近的就是他 我知道 所以你先来说点什么 就是第三功 第三功 其实我觉得吧 我能来就像你说的 缘分这个东西特别的重要 而且是什么驱动我来呢 你这一句话说 看看星盘你该不该来 我这一看觉得 这个实话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马上就要水腻了 你这要是跟我晚十天说 我就不来了 所以马上就要水腻是12月 没错 12月19号 开始水腻 水星逆转吗 水星逆行12月19号到1月8号 那我肯定不来了 说啥都不来了 为什么 因为水星逆行的时候 最记最记的就是长途的旅行 经常有飞机延误啊 这个是有统计数据的 在水星逆行的时候 飞机延误的概率非常大 然后呢 你的时间表突然就错位了 你订的这班机 你突然就觉得 好像是坐这班机 时间就错了 然后呢 有一些交通事故 也会在水腻的时候发生 有一些联络上的这个错位 比如说你发错了信息 就是文涛想给现女友发 最后发到前女友手机上 真的 我跟你说 这个微信呢 千万别发错 真的 真的 他现实知道吗 他没有围棄 主要还是手电 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给你们普及 一万一发错了 有个两秒钟之内 可以撤回 都知道吧 不用 不止两秒 一分吧 一分 我以为是两分钟 要撤回 我有一次是 撤 因为我一下子发了太多了 就是 你还要 你没想到不是你 还要发给好几 撤回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就 赞不回去了 他也顶之在 我就是说 这个叛达 他挺神的 我不像文道 他们人家 就是特别有学问 对吧 我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的 我什么都相信 但是我也可能 什么都不信 我先得就说明 直到今天 你的这个星座 对吧 我也不能说我相信 但是我跟你说 一个聊天工作者 我觉得 我把所有的事件万物 都章成话题 我觉得星座这个事 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 我现在跟很多朋友 这促进我们的关系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 为了要讨好小女孩 这是很有用的工具 加油 你教教我 这个课你还没给我上呢 今天小女孩都喜欢聊星座 对 我觉得关键问题在于 文涛他的魅力 已经不用聊星座 就能吸引他们了 星座是锦上添花 你瞧瞧 他多加一种工具 我跟你说 你不要夸我太狠了 因为那个 太大 朴槿惠刚刚那个宣布 朴槿惠跟崔顺石 那个你要注意 对吧 不要落 把我弄落马了 但是我说的是 真的是有点神 我跟你讲 就说 他在华盛顿 我为什么最近突然开始 什么水逆水逆的 就是他跟我说 水逆 首先说会丢什么电子设备 对吧 就上一次水逆是上升 对对对 上一次水逆是八月底 八月底 就那个时候 结果我的手机 在欧洲丢了 幸亏丢在欧洲 手机就丢了 而且呢 就是你知道 他给我发了好多条 注意事项 所以说水逆期间 不要做决定 不要做重大的决定 买重大的东西 什么的 然后呢 就是说 你有70%的可能 会后悔 然后你知道 我就是发生了 那个著名的事件 我在咱们那个 我都没跟你说 我在咱们那个 另一个节目里 我就讲了 你知道吗 这对于谨小慎微的 我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有一个人爆了一个清通器 香港河里回到那个古董店 那个店主 广美 我不像你老公那么有钱 我就是有时候看见好东西 我穷的就哭 你知道吗 但是他爆来 他说这个都好 一百五十多个字的名文 你知道这个 简直是非常好的 一个书法 就是名文 然后呢 他本来呢 是爆来给我看一下 我买的是一个小东西 很便宜的 他说我爆来这个给你看看 结果我当时啊 不知道什么 我放下 放下你不能拿走 你没心窍 水腻了 腻了 他就说 道先生啊 这好像不是你的消费水平啊 你平常没有买过 这么贵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竟然就跟他说 我说我分期付 行不行 我几乎 我几乎把我银行里 所有的现金存款 我付这个首期 我说我今天给你 我说以后能不能分三期啊 我想那是一年付清啊 最后他就给我留下了 结果水腻过了 你就后悔了 我就天天看你 不是生活出现困难了 你你 光美你们没发生过这种事吧 我没有 我没你冲动 我没有 我告诉你 有一个咱们都知道的 一个偶像派的明星 在上海就发生过这个事 就是太喜欢了去看房子 根本买不起 但是太喜欢了 扔下三十万顶金 要不是性情中人 扔下三十万顶金就走了 最后发现自己完全支付不了 还是托这个行业内的大佬去说情子 把这钉金退给人家 我就犯了一回这个事 到最后就丢脸呢 就丢脸呢 我就最后就说实在是 主要是那边人呢 人家卖家那边催的钱也急 没想让我拖那么长时间 人说你付吧 你能不能早点付 我也需要钱 这下也给了我一个话头 我说你看既然这样 你又要的比较急 咱本来说好是长时间的嘛 对吧 我说那这个 我又不好意思 就退给你 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你说的 就他就说 不要做重大的决定 我就磨着了 我一辈子 你一辈子都不会干这样的事啊 对吗 几乎好像没有 对啊 我把我全部的存款就发过去了 最后幸亏人家还肯退给我 对问题就是说水腻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水腻 都会遇到水腻啊 你如果说上一次水腻是八月底 对我就没有发生过 买了一个清空气 后悔的事 对他有影响 这个是不是跟摩羯做的 就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水腻是这样的 就是每一次水腻吧 它是发生在不同的星座 对有一些星座的感知力影响力 它就会更强一些 有些星座的影响力呢 它就会弱一些 那你那个时候呢 可能正赶上星象 然后再加上你在买之前 没有给我发微信 所以一下子 那我好奇 好像都得问女巫 像现在你这么熟悉 星座的事情 研究这个 做这个事情 那你平常是不是 做什么决定之前 你都会自己先 先起一个盘来判定呢 我是这样 我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确实是会的 其实这个 还不至于说买咖啡的时候 没有 这个确实是跟 就是咱们古代 择吉日有一点像 就不说我 你们知道就是 美国很多前总统 他是特别信心做的 里根总统夫妇 尤其是这样 就这两个夫妇 对 这两个夫妇 信心做到什么程度 跟朴槿惠有点像 他们就有一个 私人的战兴师 然后这个战兴师呢 后来发展到 他不光是看我 里根夫妇 他们两个的生活呀 性格呀 发展呢 他参与到国事当中了 是 所有的 美国当时的外交 这后来是一件事的 对对对 所有美国外交 内政 什么时候出访 什么时候接待 全要启盘 那将来我的败王 就归在你身上 责任重大 广美 其实最早 我们大陆人 还不太新的时候 我就最早 是从台湾朋友那 话里话外 全是拿着星座 来聊关系 对呀 我说我们小 我比较小的时候 真的是很小的时候 就是基本你不看 今天的星座的 这个趋势 你都不敢出门 先踏左脚 还是先踏右脚 你都决定不了的 就是小时候是 就是我真的觉得 这有点走火入魔了 但是真的是 只有小的时候 小女孩才会这么做 我觉得现在身边 好多那种 90后00后 小女孩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 我说你今天 选这个话题 是为了 好好小女孩吗 坦白讲 有时候我觉得 我说远一点 我说台湾那个情况 就相信星座 那也有一些 是喜欢完只为董树的 变成一个文化界的视线 它还不只是小女孩 在台湾是所有的文人 作家 学者 也都喜欢 喜欢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在台湾参加 那些作家聚会 是整个晚上 没有人在聊文学了 对 聊的就是星座 不是什么小女孩 然后呢 甚至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这是什么群啊 对 太奇怪 知识分长 我们谢谢彭博发展 非常好 甚至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我觉得有一次是让我觉得 我无法忍受的地步 是有一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被翻译成中文 然后有人要给他写导读 那这种事我也干得多 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地 比如说你有本什么书 找一个本地 你觉得信得过的人 给他写导读 我们一般写这个导读 要介绍这本书的文学成就 这个作家 他的作品的特色 怎么样 你知道那个台湾作家 怎么给米兰昆德拉 写导读吗 给他谈星座 米兰昆德拉是什么星座 他当年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这个 当然米兰昆德拉 本人曾经写过星座专栏 在节课的时候 那还有点靠谱 但是问题是 你怎么给他的小说 写导读也全篇大论 就是星座 我说只有台湾 能发生这样的事 而他们没有人觉得有问题 所以我那个时候坦白讲 我对星座有点近而远 这就是我看怕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就是蓝台学术话题 我们今天康德这本书 怎么样 讲康德 讲的讲的 康德不会这么想的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 你这哪句话看得出来 我全都错 你看他是什么星座 在我到了这个地步 我就没法 没法 没法聊了 你觉得你真心相信吗 我当然信 我不但是相信 我觉得我一直是在跟他 我觉得星座对我来说 他特别是 把他人化 他就像一个老师 他并没有说像我们想那么悬 高高在上 有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很真实存在的 同时呢 我能跟他学习 他能给我知道 然后我们 比如说 比如说好多事情啊 你看就像之前文道问我说 你做事情之前 我做重大决定之前 就是会看 然后呢 星座还可以帮你 帮你解释一些 你人生当中困扰 而且他会告诉你 你可以另外一个视角 去看待你周围的人和事 有的时候 我们之所以局限在一个地方 你想不通事 其实就是你这个想法没有打开 另一条路 你不知道该怎么走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他最开始是在跟我抱怨 说他老婆不懂事 然后他说 他人生当中最近一年 遇到了很多的坎儿 然后他想让我帮他看一看 这究竟问题出在哪 但他最开始 他跟我说的是 他老婆不懂事 然后呢 他说 你看 我都已经这么麻烦了 他还在找我的麻烦 比如说 我的合伙人要撤资 不跟我干了 然后呢 我现在身体还检查出来 有一点 就是当时是不是肿瘤 但是他总怀疑 他自己有病 就是觉得好多 乌漏偏风淋雨雨的感觉 然后他就让我帮他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其实想让我帮他看的是什么呢 他想让我帮他看 我合伙人走了 那我能不能马上拿到下一笔钱 我这事业运怎么样 用他的话说 然后我的健康运怎么样 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后来我通过看他 当时那一段时间的行运盘 加上他自己的行运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找到 这个问题的根源 他一直在想 我的事业运怎么样 我的健康运怎么样 其实所有的问题 都当时是发生在他的家庭身上 因为他所有的开心 和他所有的困惑 全是这个家庭问题给他的 就比如说 他总觉得他不开心 然后呢 他的老婆给了他压力 当时他的孩子做手术 他也没有回去看他的孩子 然后他一回到家 就觉得一个气氛很不好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 当时想让他出钱 帮忙买个房子 他因为自己很忙很着急 也就没有理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家庭的压力积累 到最后 就是好像你后院着火了 我觉得这些一个婚姻顾问 都可以说 跟星盘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看星盘看出来的 怎么看出来的呢 就是他什么 就说了星盘里边说了 对呀 说明你当时问题最大的 是在你的第四宫 就跟你那第三宫挨着的 子宫 子宫的灵宫 第四宫管什么 家庭和个人的安全感 个人的这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就是说啊 这个也有意思啊 的确人们很容易归纳出 就是某一部分人 好像是不是具有 某种相同的这个特征 你比如说流传最广的 就是什么什么叉 我跟你说过吗 什么什么叉 十二青座什么什么叉 你不知道 比如说 这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狮子座就是傻叉 狮子座我觉得挺对的 就是我很傻叉的 然后呢 你这个摩羯座对吧 苦叉 挺对的 是不是 什么就是叫 处女座呢 是事儿 事儿妈 就事儿叉 你知道就是 好像一般人就觉得 处女座什么很叫 龟毛啊 对对对对 对吧 洁癖龟毛 但是文道你说 这是一个科学现象 还是一个星座现象 我不知道 我 我 嗯 我有一阵子是很感兴趣 探讨这种问题 到底他科不科学 这种所有的命令啊 嗯 当然以前我读过一些书 我念哲学的人呢 我们就会觉得 啊 这还是不够科学 或者没有一个严格的根据 但是慢慢的 我觉得 问题对我而言 还不是这样 是我 我不太关心 他科不科学 他对不对 我觉得重点在于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就我觉得这个关系 重不重要 是这儿 为什么呢 因为 我的情况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家呢 是从小到大 都喜欢各种各样的算命的 他是基督教家庭 天主教 但是虽然说是天主教家庭 我后来发现 最虔诚的一个是我 我们家 什么都算过 什么紫微斗树啊 四柱 中西节 中西节 一大堆 那么结果我 这么看下来 十几年 我是从小被人算大的 我就发现 那些算命的都没发达 还不是这样 而是 没有预测到你的现在 也不能是 而是说 我会想到 就我发现 很相信这些事之后 做出的决定 就我看到我的家庭 或者他们的朋友 我不觉得他们做出了 很明智的决定 那相反的 当我不理这些事的时候 我倒觉得 我好像没有太大问题 于是我想起来 因为我自己念哲学 我们要念中国哲学 念儒家哲学 那首先学到的 很重要一点 就学易经 但是学易经的时候 儒家有个很有名的讲法 散为易者不沾 散为易者不沾 就是说你很懂易经的人 你就不会沾挂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按照儒家的想法 很简单 儒家的道理就是 一个君子该走什么样的路 是由一个伦理原则来决定 你基本上不会关心 我今天去干这件事 会不会不急 你关心的是这件事 合不合 当不当为 那后来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所以从此之后 我做事情的决定 都是这个原则而已 就是这个事该不该做 这个事与礼于益 如果当为 于益当为 是吧 随千万人五亡 没错 我就不太 就不太 我基本上 是这样的 是吧 光美呢 受这个影响吗 小的时候 非常非常受影响 你现在跟闺蜜们聊天 不聊星座吗 我告诉我 我刚才其实在跟那个 潘达聊这个事情 其实我很尊重 星座这个事情 因为刚才我们在跟他讲 我知道我的十二宫 各落在哪一个 这个宫 十二星座 哪个宫上面 所以呢 我只能说 当我把这些东西打开之后 我知道说 为什么我的 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这解释了 因为我的性格里面 带了这样子的东西 并不是他来预测我 但是他告诉我 就是说 我觉得星座很好 在我比较小 比较年轻的时候 帮助到我的是什么 他让我更早一步 去了解我的人格 特质 跟我的特性是什么 不是说 等我自己不停的跌倒 爬起来 搞了半天 原来没办法 我也是狮子座 所以我也是傻叉 对 就是说 可能 就是说 可能你本来应该跌倒 三百六十次的 我只跌倒了两百次 但是这个只能要拜 这个星座所赐 我只能这样讲 但是我刚才也跟潘达讲 我不太相信 这个星座的预测 那可能是因为我不够懂 你因为你可能还会关心 你觉得能预测准什么事吗 一般不都是说性格吗 这个容易谎人 但是你说什么时候 会出什么事 星座能行吗 当然能 因为星座它有两种测试的方法 一种像 就我今天拿了一个盘 咱们看看 这是正 你讲一讲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星盘 这个星盘 现在我测试的时间 就是我设置的时间 就是大概咱们现在 录节目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从白羊座 到双羽座 然后这是黄道十二宫 那这个盘是单盘 就比方说 你把你的出生年约日 告诉我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点 是这一张盘 你从这张盘当中 看出来的更多的信息 其实就是 刚才广美说的 人格分析 性格分析 它会把你这个人 看得更透 让你知道 你的某些行为动机 这是方法一种 那有第二种 就是文涛你说的预测 预测就是说 你把你自己的星盘 跟要么就是行运盘 就跟现在的星象 就现在这个时间 这个盘 结合在一起 你就知道 我一年之后 这个是什么事情会好 什么事情会不好 还有比如说 有太阳的反照盘 月亮的反照盘 就都是算法之一了 你用各种各样的算法 就可以测试到 比如你生命当中 在某一个时刻 它会有一个转折 你的重心会 你可能突然就想要一个家庭了 或者你突然就想 不想离眼前的这些东西 你就想隐退一段时间 你就想自己待着 特别想要一个自由的空间 那有的人可能突然就从 就转行了 他的职业和他的人生规划 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你看我就是说一种巧合吧 你也可以说 今年前半年 我基本上都是闲着呢 对吧 差不多就是做这个圆桌派之前 其实他也不知道 他就是弄得我的一个什么星盘 转转就说 你要开始特别忙了 我的确最近就特别的 骤不然忙起来 当然我还是要批驳你为主 那就是说 我跟你说 这个事分成桌子上面的 和桌子底下的 从桌子上面的来讲 我这完全不是科学的 星座完全不可以相信 为什么 从1948年 这几十年来 西方科学界 做过多次 你有据可查的这个实验 比方说 这个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 把这个性格特质 或者对应的什么盘 发给你 就是叫双盲嘛 对吧 双盲实验 就是实验组 不知道对照组 对照组 不知道实验组 让你们选就不会受到任何暗示 然后甚至于曾经有一个加拿大的魔术师 在电视节目上 选赏十万美元 最后加到一百万美元 就是让一个占星大师 一个占星家 就是说 让看一个人 跟一个人谈话 就像他自称 我跟这个人谈谈 知道这个人的什么信息 我就能说出什么来 反正就是说 最后检验的结果 正确率一般在三分之一左右 这几乎就是蒙的 而且科学上 心理学上有一个解释 叫什么母效应 什么纳母效应 什么一个什么母效应 这个母效应说的 我比较接近 从科学派来讲 我比较接近这种说法 就是人 比较容易接受一组 关于性格描述的 就模糊描述的一组特征 这个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 我知道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好比说 我就能给你读一个 这也就是他们的 就是做过的测试之一 你看 就是一个教授 给他的学生们发这个 学生们个个都觉得 说的是自己 比如说 你希望他人能喜欢并仰慕你 你倾向于对自己要求严格 你还有很多潜力尚未开发 虽然你的性格中有些缺陷 但你整体上可以想办法克服 你跟异性相处 遇到过困难和难题 在外人看来 你显得自律稳重 但是实际上内心缺少安全感 你说 他他其实谁谁都是这样 对吧 但是你别急 我说的是啊 一般咱们这个 要在台面上讲 咱不能拿这个当真事 但是呢 从私底下说 我怎么我的很多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同意文道说的很有趣的现象 我的很多朋友 这里边有学者 有音乐制作人 甚至有科学家 他也不再公开说 但是私下里聊天 他特爱说这个 他说我觉得这东西真挺神的 就什么什么都能讲出 像我这样的例子来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 我要出什么什么事 我还真的就出了什么事 这里面不罚大学者 您让他在大学讲课 他肯定会说 这是假的 可是他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这跟我的心理一样 私下里我愿意聊 甚至我愿意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他的参照 受到他的这个影响 可是这并不代表 我就相信他 没词了吧 当然有 这个我觉得是 每个人他都走进一个误区了 他是什么误区呢 就尤其像现在 但是我得承认的一点是 你们说这个对了 因为星座暂时我也觉得 他不能把它完全称之为科学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发展完善到 像我们理解的自然科学 它有一些铁一般的定律 能验证所有的事实的 那这种我们现在叫科学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还要从一个观点看 就是你不能够把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学科 我们暂时称它为学科 它还没有发展完善 没有走到像我们物理学化学 像今天这么一个完善的地步 你就把它否定掉 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正在某一个历史进程当中 在完善这个学科的某一个分支 那慢慢的可能我们再倒回头看 等这门学科真能发展特别完善 特别健全的时候 然后你再回头看才发现 其实原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据可循的 可能你后来就发现 你成为历史中的功臣了 就我们这个圆桌牌今天领布的这个 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它让人不寂寞 它让人不孤独 它有一种安慰 你比如说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当你看到一个星座 说哎呀这个是说我的 你说一个人 他有的时候孤独 他多孤独啊 谁关心他呀 是吧 谁体贴他 谁想想问问他有什么苦 他心里是什么有什么变态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 哪怕你仅仅不要说人跟你说 哪怕你仅仅在文字上看到 哦原来我这种心里 有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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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那么一种抚慰 是不是 你觉得有这个作用吗 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可能比较相反 我是在台面上 我是完全就是举双手 觉得星座是好东西 而且我也相信他 不管他是一个科学 或者是一个学科 我都是相信的 但是应用上来讲 我绝对不会去 完全的 我要签一个合同了 那个来 跟我说一下 这合同是该签不该签 我应该怎么怎么走 我反而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 跌倒了两百次之后 学习到的经验 就是说 我的人生有大坎小坎 很多的坎 那我小时候也是各种 爱这种算算 什么奇门遁家 各种的子味 那个各种算 那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你们这么各种的算 而且每个人都是 拿着这个大师的棋子 如果我这么大的坎 你都看不见 你都预测不到的话 所以因为我的这样子的经历 跟我就会觉得说 我上次见你的时候 跟我这个 趴下的时间 前后可能也就四个月的时间 但这个是可以解释的方便 你知道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就会说 那因为你之前给你算 那个人不准 很多算面 对了 说那个之前你遇到都不灵 我那就不一样了 通常都是这么讲的 你了解 这确实也不是一个借口 我觉得都是事后诸葛 就是 但事后都会有人跟你讲 你在几年几年的时候 什么什么时间 应该是有遇到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事 或者遇到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人吧 有没有 有没有 你都说对啊 对啊 沉重 我想这个事情是 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 他始终对人来讲 很重要的一点 所有的命力 包括占星树 都是像文涛刚才讲 让人不寂寞 而且不寂寞之余 还有一点 让人安全 所以安全的意思就是说 人其实很怕 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人很怕 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 人很怕自己处在无知当中 那我们的古人 开始发展各种各样的命理 包括艺术 艺挂等等 都是让我们觉得 人生是有定数的 都让我们觉得 其实很多东西是 是确定的 这是存在的 唯一不确定的 唯一不确定的 只是我能不能够知道 所以问题在于 我有没有办法知道 而不在于 那个东西确不确定 其实这个 我有一点点反对的观点 你肯定要反对 因为我觉得 你刚才说的 那个更像是算命 就是我铁口直断 我把你未来 你今天会赚钱 文涛明天会成百万富翁 这种事情 我把你铁口直断 我告诉你 或者说 当你带着一户来找我 你说 我究竟这条路是选A 还是选B 我不知道 你帮我选一个 我去帮他选一个 那这种 更贴近于你讲的 像是一种算命 但是我觉得 星座它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 就是刚才跟你说的 心理安慰 它有一点相似的 就是说 我要帮你找出 你这个事情 动机的本源 就像你说 为什么性格描述 大家都接受 其实它性格描述 是第一步 它还有第二步 和第三步 就是 我们星座书上 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说特别好 就是星座在帮你 找出你的无意识 和现实之中的关联 无意识 对 你很多事情 就像你说 你后来发现 你自己还不如 自己去做决定 或者说 你做这个决定的 跟立足点 就是 你刚才说的 特别文化的那句话 这些的出发点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的 但是你为什么 会这么想 你这种做法的 背后其实就是 你这个性格导致的 就是你会这样想 而他不会这样想 那可能换成他 他就以 以我自己能 获得最多利益 为出发点 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是 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他更多的 咱们平常见到的 更多的是 在聊性格 性格是 算命往往是 铁口直断 算出的一个事 但是其实你星座 他再往后算 他是在告诉你 更多的可能性 就是我觉得 广美说的对 就是星座 他是在帮你走捷径 但不是你 不劳而获的 一个借口